这祸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猪 史前巨猪 不过今天先讲讲现存的野生二师兄 鹿屯 是不是跟你朋友吃相一个模样 他们头上的脚 就是对自己最致命的武器 脚若是太短 他就找不到对象 若是太长 自己又容易被头上的脚 把脑袋戳穿而洗白 活下来的数量越来越少 要是人类不干预 可能就会消失掉 而巨猪早已完全灭绝 取名为猪 也只是因为在体型上与猪比较像 而它们灭绝的主要原因 就是太过残暴 体型与犀牛一样大 同类之间还喜欢打架 露出獠牙 嘴巴也张得很大 一个预判风住嘴 然后就是互相推拉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玩耍 往往都是以生命为代价 但有时它们又会三五成群 对其他动物捕食的猎物进行压榨 也曾是北半球称王称霸的存在 别的动物看到它 连水都不敢喝了 与现在的猪一样 是杂食动物 有时会吃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 随着个体间越来越强烈的竞争 它们被同样习性 体型小而大脑 更发达的吸吞给替代 所以想要不灭绝 只能进化足够快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